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什么都没做 看着大象小姐那皱成一团的小脸 大象先生知道 这个笨蛋又开始较真了 他把大象小姐揽入怀中 揉了揉脑袋 温柔地说 那这样吧 我亲爱的大象小姐 我想吃你做的蛋糕了 你愿意为我做一份蛋糕作为礼物吗 大象小姐当然愿意 满心雀跃地走向厨房 立志要为大象先生做一个世界上最最好吃的蛋糕 而身后的大象先生看着他 忙碌的小小背影 低声呢喃 笨蛋 能和你在一起 一起牵手 一起散步 看着你对我微笑 所有这些平凡的瞬间 就是我弥足珍贵的礼物 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 去睡吧 愿你今晚好梦 我是小睡眠APP哄睡师 张哲瀚 晚安